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油兄也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是我们在之前讨论过 民进党已经开始在做策略性投票的动力 就是说支持韩国瑜 接到电话为一几次韩国瑜 这个绿党的王浩宇同学 已经公开贴脸书来说 要对赌击牌几百份 OK 我想国民党拼你们内部的总统提名 也不要忘记 另外一边在看这场好戏的民进党 也已经开始做所谓策略性投票的动员 支持那个未来在真正的总统大选里面 最好打的最容易打倒的那个人出现 比爱国民党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回到东元兄这边 这个南部的蹦新闻 有几个地方的新闻 我想就叫你的在地观点 他说因为韩家军引咎止渴一夜之秋 韩国瑜总统录 请他务必三思的蹦新闻写的 他说过去有好几位 本来就战斗农历人 包括现场黄少廷等等 陈一鸣这个立委等等 都因为是不是韩国瑜的关系 所以在初选中都交出一张 不如预期的成绩单 因为也要交出一些全民调 那另外一个新闻说 过去韩市长跑去选举局 突然跑去台北 排到台北的时候 登记参选首都市长 那当初他事后 他隔两天来这边我访问他 他说没有啦 我是要去跟党中央呛说 连一碗都换就没给我了 但是最近很多新闻的揭露是 这件事情只有他跟李嘉芬市长夫人 两个人起心动念 来去台北拼一拼 所以很多幕僚都不知道 韩国瑜已经带着李嘉芬 偷偷的在登记截止前的数分钟 跑去台北登记参与台北市长 可见夫妻俩心已不在高雄 这个是一个如果是真实的内幕 这个指控很严重 OK那另外提到说 韩国瑜选前的选举经费不足的说辞 当时的支持者至今对韩业表达不满 募款3700万内 郝先生的吴返郝先生是谁啊 郝博春吗不会吧 OK 杨先生应该是杨 杨丘兴这个 前县长的300万如何运用 有待韩国瑜再次说明 从在地讲 这新闻在高雄有在发酵 这个是这个样子 在高雄要参选 初选立委的所有的人 差不多都会跟韩市长挂在一起 OK 差不多所有人也是这个样子 包括我们少庭议员在初选 这个立委的时候也是挂在一起 我也是跟他挂在一起 那你说那陈美娅也跟他挂在一起 结果陈美娅也出现了 所以这一个论点我比较 没有说服力 因为差不多要出选的人 都有跟他挂在一起 唯一没有跟他挂在一起 而且可以出现的 就是副议长的女儿 黄韵涵小姐 她上过我们节目一次 对 那黄韵涵今天一个最重要的 最劲爆的新闻就出来了 她的妈妈 陈淑美副议长 今天已经公开表示 就是挺郭返航 她已经公开表示了 副议长 就是黄韵涵提名人的妈妈 陈副议长 所以说在这个范围之内 我的认为我在地方上所看到的 当初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一碗卤肉饭的产生 就是韩国瑜韩市场 那时候到台北来 说要登记这个事情 也不是讲这个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打电话 我打电话过去给她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可以把高雄这个样子弄 那时候找到台北去登记 应该找到台北登记 结果他回来 是回来的时候有跟我们的议长 许昆源 我可以大胆地在这里 陈述这个事情 证实这个事情 回来又有跟议长 在讨论这一个选举的方式 跟他在台北他在高雄 尤其那个时候 所以有兵戈他回来 跟澳元兄弟说 我是留在高雄算还是去台北算 也不是说我要留在高雄算还是留在台北算 因为他说的 这点就对 我实际相信 他说我要选举 我也要资源 我也要让党中央知道 我没有资源 那个时候的解释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是 你相信这个解释吗 我是选择相信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讲真的 他好像是被发票到边疆之外 对 那个时候 我不能一直讲我自己 无主席话有讲说 有给他2000万的开班费 那时候给他的没有 没有 这个事情我是不知道 我不能做评论 因为那个时候 我带他走了八九个月 我讲真的 到任何地方都是碰壁 那像他说的 只有一个人接受他 就是神秘 他唯有去拜拜 都拜不了 只有拜拜 不说拜而已 每天都走去拜不了 对啊 春天就对了 他 我甚至于 我要跟他介绍一个人 是 打了四通电话 他第四通电话 他才愿意跟他接电话 的确 那个时候是很艰苦 那对于刚才讲说 那什么好先生的五百万 阳前县长帮募款三百万 你觉得这部分 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吗 还是放在那里面 请猜你去讲 我认为说 很多事情 对啦 你越改双越悲 这好像 文家兄也 感谢你今天也找我来这里 因为刚好我 昨天前天也是 一大编的报纸 而且最近 我也是都在讲我的事情 有一些事情 你说他是 抹黑抹黄抹什么 都没关系 我曾经有讲过 你怎么跟我抹都没关系 不好意思 我要在这个节目中讲就是说 你不要帮我抹力就好 因为我本身就是 国民党籍的 现在讲的 国民党籍的 不是国民党籍的 所以 谁出现对我来讲的话 我一定是全力支持 但是你还是没有改变说 希望市长好好做好 市长对参选中这件事 你相对比较保留 当初我就这样讲 我就这样讲 希望他能够好好的 把市长做好 那如果他出现了 我也是全力支持 这是一定的道理 好 我们要进VCR之前 有一个新闻 这个云友指名 要邱教授来回答 在这个国政院请发表会的时候 这个韩市长说了一个 棋子跟塞子 这个智商157的柯文哲说 听不 那昨天那个沈富雄沈医师 有他的另一番解释 但听起来我都觉得有点怪怪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说 美国是水龙头 大陆是浴缸 台湾是塞子 OK好 我觉得从大陆的角度来看 很像我这浴缸的价值 必须透过美国这水龙头 给我水 我的浴缸价值才可以存在 好 那美国人到底是谁在这里面泡澡 是美国人进来泡澡 还是大陆进来泡澡 还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国民进来泡澡 这一缸水到底谁在泡澡 我觉得逻辑上都没有交代这个关键性的因素 然后最后那个塞子 到底是要让水继续存在 还是要让水流光 你没有讲清楚这个塞子的功能 邱老师你是我最敬佩的管理经济学家 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 不过这个塞子是说是没什么道理的 是 因为现在中美在做大国博弈嘛 那马上的G20要 习近平跟川普要见面了 后天嘛 对没有错 所以就是基本上 中美现在在博弈 怎么可能会一个做水龙头 一个做浴缸呢 所以基本上 现在你应该说台湾处在 中美两强之间 要如何能够在两强里面 取得台湾人民最大的福祉 所以在国政愿景的那个发表会里面 其实朱立伦点到这个问题了 朱立伦直接问 问说你说你市场靠大陆 国防靠美国 那就等于夹在中美两大之间 两强之间 你如何自处 台湾要如何自处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就是你想到塞子的问题 对 对不对 你这个塞子面对着中美两强 一个是浴缸 一个是水龙头 对不对 那你这个塞子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这个塞子如何要 让台湾人民得到最大的福祉 你说要台湾人民安全 台湾人民发大财 既要发财又要安全 你要如何在其中取得平衡 我当时很渴望 他能够回答 朱立伦的问题 OK 可是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 完全避开这个问题 还不是识问虚打 是识问不打 我这一点我倒蛮失望的 那你识问不打 提出个塞子 一点道理都没有 你这个塞子 就是你讲的 这个塞子到底 在这个水龙头跟浴缸之间 你这个塞子要怎么办 你这个塞子也可能处理的不好 我家里的塞子他要漏水 那塞子处理的不好 你到最后 秦城 这个大陆也骂你 美国也骂你 你处在两墙之间 变成猪八戒 你也可能变成一个这样的 一个尴尬的一个角色 所以要怎么去处理 就要看领导人 就要看这一个领导人的智慧 就要看韩国瑜如果说要问鼎大卫 你除了要让高雄市民能够接受你 让你有正当性以外 另外的你必须要解决 目前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是是是 那这个塞子就要补充 请说 我觉得昨天上次那个院警会 那个说明会 其实讲两岸外交 那台湾到底要自己怎么样 来扮演自己的角色 这是塞子理论出来的理由 塞子没有错 它是整个浴缸的一部分 当大水来的时候 大水要怎么 要不要流下去 还是要停留在浴缸里面 这是塞子自己做决定 我觉得韩国瑜市长他所陈述的是 我们要有我们的自主性 我们不要变成浴缸的一部分 跟着浴缸走 或者停留水 你让我留我就留 我觉得韩国瑜市长在强调是他一个 我们要有自主性 跟每个人是等聚的 比如说他以前在美国 我跟他到美国出访 他跟那个斯坦福教授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台湾是个很美丽的少女 很多人要追求他 但是你如果选择其中一个人 其他的男的可能会把你打死 所以你要保持有自信的 让自己做自己 跟大家是等聚的 你才会得到自己最大的价值 OK 我想市长告诉我们一个 我们应该持续思考的 透过对塞子的了解 学会怎么做自己 我们看一段PCR 馆长又发脾气了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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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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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去养了一个这个 怎么去支持这种人出来 我知道现在我觉得很愧疚 那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这种人 他在我们这边真的是很诚恳 一副他快死了 我又没有钱 我只要好好做事 那我们也帮他嘛 那我们也帮他嘛 你公民党今天有这么严白啦 就是我去年做不到事情了啦 到现在危机啦 多少PTT的两个跟你说 啊这个凸子救他 管长浮上去了 没关系 我做错事我自己弥补 我做错事情我自己弥补嘛 我怎么去养了一个这个 怎么去支持这种人出来 我知道现在我觉得很愧疚 我再一次喔 虽然我已经道歉过了 我再一次跟全台湾 賭懒韩国瑜的人讲 不好意思啊 真的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也会这样嘛 敌人敌兵不敌心嘛 诸人知面不知心嘛 那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这种人 他在我们这边真的是很诚恳 一副他快死了 我又没有钱 不是要好好做事 喔 那我们也帮他嘛 我想说啊改变一下 OK 这个管长事务队 当初力挺韩市长这件事情 采取非常保留的态度了 我不知道韩国瑜是这种人 管长90秒道歉8次 赶走抢劫犯 就跑了一个纵火犯 死得更快 真的把韩市长痛骂一顿了 We care 这个蛮多这个网友的一个网站说 高雄再出发 号召30万人罢免韩国瑜 为罢免韩 甚至有人牵户口到高雄 网友嗆看不惯韩国瑜 之前这个有个叫什么 歌草联盟 说草包不住火 歌草靠你我 说号召这个罢免韩国瑜 第一时间就已经有17万 大概目前已经20多万有了 来这个石油兄怎么看 罢免这件事情 其实我再一次强调 一脸狠肉 满口三四斤的管长 能够成为天王巨星 原因很简单 他非常清楚 他永远站在权力的队里面 他过去支持韩国瑜是站在蔡英文 蔡总统队里面 因为蔡英文是 讨厌民进党最大的党主席 他今天同样的站在韩国瑜 准备要攻击华免对面的时候 他又变成天王巨星 上个礼拜 开到10万人 20万人30万人 你真的认为 那是馆长的魅力 你真的认为是那时代力量的号召力 不是嘛 那就是韩国瑜的魅力嘛 当讨厌民进党的人 看到这种活动 自动自发去了 不是冲着你馆长 也不是冲着你所谓的这个时代力量 所以今天这个趋势 如果继续不改的话 我必须要说 类似韩国瑜 馆长这样的人 会一个一个出来 雨后春水一个月后出来 你嗆瞎的人也会一个一个出来 可能国中生 可能高中生 下次可能就在你旁边吃饭的那个人 就给你付财 那个东王英雄 罢免这件事情到高雄 到底这个氛围怎么样 三三小中 不好意思 中间选民 再加上年轻的选民 最近是有跑了一大块是没有错 那当然这中间来讲的话 因为韩市长 我是希望他 我也建议他说 从中间在这边 再做一次的重新的考量 他的考量方式 就是说他目前的调整方式 要调整他的脚步 我是很中肯的来 建议这个事情 那当然 馆长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我跟他不熟 我也不想要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所说的话 我完全是不能接受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只能讲就是说 韩市长再加油 OK Chill 30秒 您看这个罢免这个事情 这个罢免说实话 有可能真的被双杀 我现在就很担心 是 因为我认为韩国瑜初选 赢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是 那可不要赢了初选 输了大选 输了大选 陪上了高雄市 那就麻烦了 邵林兄20秒钟 做结论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可以永远 站在权力的对面 但是当你要去判断 这个新的权力的时候 请你用非常理性的 是 事实面 是 这样子我觉得才是台湾民主 这是台湾社会 要进步最大的力量 你有跟这个市长交换过 有关这个民间这个发起罢免这个事情 市长对这个事情 有没有一些私底下 或是公开跟您讨论过 老实讲市长 就是把他的事该做的做好 OK 包括市政 包括现在要争取出选 那这罢免是这两天的一个 有点像是起来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我们还是会密切注意 市长有没有评估过说 如果他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但是未来的市长补选却输了 因为目前所有的民调都说 这个陈其脉 我看过民调好多次了 你的观察市长有没有回应过 市民庄 不好意思 当然如果你是要讲到要补选 表示他已经当选总统 那表示他一定也会全力来补选 因为高雄市长 就算他代表国民党参选 他也不会辞职高雄市长这个职务就对了 我觉得他还是要继续在岗位上 把高雄市长做好 好 非常谢谢四位今天精彩的语谈 我就不做结语了 我是一边延天室 我是一边延天室 明明同时间云端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沙婷 谢谢 谢谢